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建设工程债权制度 这个章节呢通常是考两分 在日常生活中提到债 我们想到的都是欠钱还钱 但是法律上的债不是钱 债的左边是个人 右边是个责 所以债指的是人跟人之间的责任 是一种权力义务关系 为了便于区分 我们把承担责论的人叫做债务人 而有权要求对方承担责任的人 叫做债权人 所以看到债权把它翻译成权力 看到债务把它翻译成义务就可以了 例如在施工合同中 谁是债权人 谁是债务人 注意这是一种错误的问法 因为双方都既有权力又有义务 看就哪件事情而言 就干活来说 施工队是施工任务的义务人 也叫做债务人 而业主是权力人 也叫债权人 就支付工程款而言 双方的地位就立刻颠倒 业主有付款的义务 也叫债务 而施工队有收款的债权 也叫做权力 可见债权债务总是相对而言 这就叫做债的相对性 你的权力就是对方的义务 你的义务就是对方的权力 两个人之间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债 发生债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合同 那么日常生活中的交易 我们都把它叫做合同 比方说上街买菜是个买卖合同 坐公交车是个运输合同 找老头修皮鞋是一个承揽合同 那么世界上大部分的债都是合同之债 交易之债 那么开车撞了人家的车赔钱 这个显然不是事先的有交易的 这个叫做侵权 路上捡了人家的包 没找上门也就算了 找上门还得把包还给人家 这也是一种债务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不当得利债 比较侵权和不当得利 它的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侵权是一种不法行为 而不当得利 既不是合法也不是不法行为 它是一种事实行为 所以捡到人家的包 这是不当得利 但是偷人家的包 这个就是侵权 所以去年的考试中 他就考到过 这个施工当面行贿谋取纵标 问你这个是不当得利还是侵权 那么行贿谋取纵标 是一种不法行为 所以构成的是侵权战 第四条 无因管理 贾奋勇抢救 落水儿童倚秉丁 倚秉丁被成功救出 贾却因体力不支而逆亡 新门看到这里 总是会峰回路转 救人的英雄 贾死了 躺在了沙滩上 被救的倚秉丁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贾没有法定的救人义务 也没有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倚秉丁受损 自觉主动在救人 这种建议勇为的行为 法律把它规定为无因管理债 那么在这个债的规定中 被救的倚秉丁 应当赔偿假救人的费用和损失 也就是说要赔假一条命 因为赔不出 所以只好下落不明 好 其中这四个债里 我们讲过它有两种产生 一种是约定产生 还有一种是法律规定产生 那么合同债呢 就是约定之债 而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 就是法定之债 再看建筑物的侵权 车子放在一栋楼边上 结果刮大风的时候呢 外墙的这个花岗岩贴面 或者说广告牌 被刮掉下来砸到了车子 这个时候你去告谁 那么应该告的呢 是物业公司 因为它对外墙的保管呢 存在着生物 这个时候你是不会告建设与施工的 因为你清楚 这个施工呢 它有一个保修的问题 外墙面的这个装修 一般保修了两年 而这个房子呢 是90年的房子 但是车子放在停车场 如果因为房屋倒塌 把车子给买掉了 这个时候你不会告物业 因为你知道哪个物业都不会把房子给管塌掉 而主体结构呢 又是终身保修的 所以这时候呢 是告建设与施工 我们都是做工程的人 那么从保修的角度上呢 特别容易理解 为什么这两种情况呢 告的能不一样 好 第一题 重点题 关于建筑活动中发生债的说法 正确的是A 施工单位 勿将本应支付给A供货商的材料款 错转账给B供货商 A能不能直接要求B退还 不可以 应该是B把钱退还给这个施工企业 施工企业再把钱打给A供货商 这个体现的债具有一种什么性啊 债具有相对性 类似的道理 冬天路面结冰 甲一个急刹车 乙看到以后赶紧跟着急刹车 丙躲避不及 一头撞到了乙的车屁股 乙被丙这么顶了一下 又撞到了前面甲的车屁股 交情认定 后车丙负全责 那么这个时候甲能不能跳过乙 直接向丙索赔 不可以 应该是甲向乙索赔 乙向丙索赔 这说明 任何时候债都是有相对性的 B 施工企业现场排放施工造成超标 债权人也就是权力人 指的是居民 债务人也就是义务人 指的是工程的建设或施工单位 这个说法是书上的原话 完全正确 施工企业在道路施工中 设置警示标志形式行人 这是不是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是没有法定义务 也没有约定义务 而施工单位设置警示标志 负有法定的义务 我们不妨把这个叫做有因管理 B 建筑物倒塌 造成它能损害 应该是谁和谁负连带 建设与施工负连带 不是施工与设计 好 这个题来选B 第二道题 下列哪些行为会构成侵权之债 A 建设主管部门 未及时颁发施工许可证 那么同学们注意 债是民法规定的 是民和民之间的责任 那么官和民之间 它不构成这种什么侵权之债 B 路人帮助把受伤的工人送到医院 看到建议永违就要想到 这是一种无因管理 C 建筑物上坠落物品 造成它能损害 难以确定责任人 这个是属于侵权 拆除屋顶广告时 将住户的窗户损坏 这也是侵权 那么一 建设单位未将工程款 及时足额支付给施工企业 这种没有付钱 它不构成不法的侵害行为 我们把这个叫做违约行为 它是合同战 所以这道题呢 最终应该选择是C和B